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三角形 水波纹 星星跟正方形 那么这六张里面呢 有五张是单面牌 只有一张是双面牌 好 那么设定如下 首先呢 把这四张 不同形状的图卡放在一起 谁先谁后都没有关系 再来呢 把这一张圆形的正常的单面牌 放上来 最后 把这一张双面牌 放在最上面 这样就完成了设定 那么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做闪电鼠牌 就像是这样子 把整副牌排背朝上 大拇指中指拿着牌的上端跟下端 手翻过来给他们看正面 手翻回来拿背面 所以实际上 他们观众永远看到的都是同一张 但是如果你做得快的话 观众是不会发现的 就像是这样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那么 当你数完这四张之后 这四张其实是 不同形状的牌 那在你的手上 还有两张的圆形 这个时候记得哦 因为我们跟观众讲 只有五张 所以这两张牌 请大家拿好 好吗 那么我们再来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就像这样 当你数完五之后 把这两张 放回最下面 整副牌就会像一刚开始的设定一样 再来呢 我们要做的是两张换四张 怎么做呢 仔细看 左手 大拇指跟你的虎口 拿走一张 拿走两张 接下来 左手有两张 右手有四张 我们要用左手的两张 换右手的四张 把左手的两张 放到大拇指跟无名指的地方 让它们夹好 同时把上面的四张拿走 像这样子 OK 好 再来一次哦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观众他不会发现 他只会发现有一张牌 已经变形了 OK 好 所以呢 我们再来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把这两张牌拿好 记得哦 这两张牌这时候 还是跟原本的设定一样 单面的在下面 双面的在上面 OK 那么同时把这一张牌 推出来 推出来的时候 把这两张牌 把下面的牌遮住 所以观众就不会发现 下面的牌 形状是不一样的 推出来之后呢 只需要把这张牌放好 给观众看 OK 怎么放都没有关系 再来呢 我们要做 艾尔姆之雷 艾尔姆之雷怎么做呢 左手 拿住你的牌 右手 拿住你的牌的右下方 左手拿住牌的左上方 然后呢 拿起第一张 这个时候 用你的右手 把整副牌 推出来 整副牌用力推 那上面的三张 就会被你推出来 只像下面的一张 所以对观众来讲 他会看到的是 一 推 然后呢 把你左手的这张圆形的 塞到你右手的 手指头里面去 就像这样 塞进去 OK 好 塞进去之后呢 把上面的三张 一起拿走 这三张 一起拿走 然后呢 再继续 四 五 OK 好 来我们再来一次哦 慢动作 拿一张 推三张 塞一张 拿三张 数 可以吗 好 那我们做快动作 一 二 三 四 再来呢 这一张星星 就把它放着 好 这个时候重点来咯 你手上还有四张牌 但是在等下的过程里面 这两张牌的顺序 原型两张牌的顺序 必须交换 所以呢 请 在不经意的时候 把这两张牌 顺序交换 就把第一张牌拿起来 放到第二张的位置 放进去 放好之后呢 你也可以一样 再弹一下手指头 用左手 把最下面的牌 左手的中指 把最下面的牌 像这样子 拉出来 OK 好 我们的拉出来 右手 把最上面的牌 拉出来 好 这个时候 你可以 双手都翻过来 让观众看 三张牌 那他会发现 这张牌又变形了 那么 现在你的左手 是一张牌 右手 其实是 两张牌 好 那么 接下来怎么做呢 请把你右手的牌 两张牌 一起 盖到 左手的牌上面 然后呢 弹一下手指头 把上面的一张牌 拿起来 拿一张 我们刚刚是 盖两张 这个时候 只需拿一张 好 那我们再来一次 两张牌 盖好 拿一张 同时把 左手的牌 左手的两张牌 一起翻过来 这边的动作要快一点 就像这样子 两张牌 盖好 拿一张 翻过来 你可以晃一下 也可以 出一下魔术的声音 再来呢 两张打开 观众 就会看到 它又变形了 那么这个地方 有一个重点 左手 左手的牌 请务必记得 要 推好 让两张牌 是处于密合的状态 这样观众就不会发现 你的左手 是两张牌 OK 那么 这就是ESP牌组的教学 谢谢大家